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促使了美国政府必须正视 过度依赖中国制造商品的风险 美国政府除了提供誘因 吸引美资企业从中国迁回本国以外 有消息传出 说美国政府正在筹建一个信任联盟 加快全球供应链撤出中国的程序 试图重新建立全球贸易的新秩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推动两项针对中国的计划 第一,重新考虑加征关税 惩罚中国隐瞒疫情的错误 第二,试图改变全球供应链的布局 糾正过度依赖中国状况 其实特朗普自从上任以来 一直主张要美资企业将海外厂房迁回美国 以便提振美国制造业 这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正好提供了契机 因为有很多在中国设厂的美资医疗用品生产商 当他们生产了医疗物资 准备运运回美国之制 就发生过一段小插曲 中国政府曾行试图阻止这些物资运回美国 即是说,就算你能在中国设厂都没用 原來它是可以洗橫手 當然目前這一刻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是已經給美國一個警示 原來將關鍵物資放在中國那裡生產的話 就會等同於中國掌握著美國的命脈 萬一中國真的禁止這些物資出口的話 美國肯定是短缺得非常嚴重 這就牽涉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所以美國國務院、美國商務部和相關部位 正在想辦法如何推動企業 將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外判業務遷出中國 具體的方案包括提供稅收優惠和遷移補貼等等 目前仍然在研究當中 這次特朗普總統更進一步 除了要這些廠房遷出中國以外 美國還想將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友好國家 可以確保得到 這個生產不會因為中國的阻撓而導致停滯 就著供應鏈遷移的問題 到底美國有什麼具體構思呢? 原來美國正在試圖建立一個被稱之為經濟繁榮網的可信任夥伴聯盟 其中會包括一些企業和民間社會團體 這個可信任夥伴聯盟的運作必須按照同一套標準 涵蓋的業務包括互聯網、能源、基礎設施、研究發展、貿易、教育和商業等等 國務卿蓬佩奧說 美國政府正在與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越南和印度 攜手推動全球經濟發展 蓬佩奧還透露 說他們曾經討論過應該採用什麼架構合作 以及應該採用怎樣的供應鏈 來防止供應鏈斷裂這個問題永遠不會再次發生 即是說連供應鏈也要飛起中國 一旦這個信任聯盟真的早見成功 美資企業肯定會避免去到中國設廠 而且還會盡量避免使用中國供應鏈 到底這個聯盟會對於全球格局有什麼影響 首先來說 這個全球化肯定會出現兩極化的情況 雖然這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使得很多人對於全球化的信心減退了 但是在目前各國經濟都依賴貿易的情況下 全球化仍然還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這個格局可能就會回到好像冷戰時候 就會出現了中美兩極的情況 到時全球很多國家都要被迫靠邊站 首先講講西方文明國家 他們其實也是常倒的苦頭 當他們在疫情爆發最嚴重的時候 從中國扣入了大量中國製造的醫療物資 回到去才發現原來很多都是不合規格的 包括試劑 測出來的準確度一半都不夠 想說退貨嗎? 中國的廠商一時指揭你 根本沒有按照著說明書的用法來使用 一時又說這些試劑必須要專業人士才可以用得 總之有得買沒有得退 口罩也一樣 大把口罩買回去才發現 原來都不符合醫療標準 當西方的文明國家發現 過度依賴中國製造的商品 原來是有這麼大的問題的時候 就算過去自從2000年以後 中國和歐洲的貿易如何快速增長都好 他們所賺到的錢 分分鐘都不夠這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使得全球經濟停擺的損失嚴重 所以就算將來要繼續全球化下去都好 這些國家肯定會靠邊站 當然現在中國說要搞什麼口罩外交 醫療外交 有些西方國家就隨便遷就一下你 因為始終來說 要設立生產線都沒那麼快 不是朝中樹晚界板 所以有些國家選擇先開眼睛閉著 但是當疫情過後 肯定就會將某些關鍵的行業 關鍵的產業搬回歐洲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已經是靠邊站 就是不靠中國那邊站 雖然中國會在國際舞台上 和某些國家逐漸疏遠 但是剩下來的那些 反而會和中國更加親密 因為這些國家 他們選擇站在中國那邊 亦是無可奈何 因為這些國家對於中國的經濟依存度 是非常之高的 沒有中國便可以 包括了非洲國家 和個別東南亞國家 包括柬埔寨、緬甸、魯窩等等 這些國家到期時 肯定就會完全站在中國那邊 所以到時就會出現了一個 兩極化的全球架構 其實就等同於新冷戰一樣 第二個影響 就是會使得中美兩國 互相之間的經濟依存度 是降低的 美國政府正在調查 到底哪些製造業是屬於關鍵的行業 要設法在中國以外生產這些產品 至於中國又怎樣 在全球大流行疫情過後 就算中國要推動這個產業轉型也好 都未有這麼快可以實施得到 好了 所以在一段時間裡 中國仍然還是出口道向 非常之依賴歐洲和美國的訂單需求 當這些國家 他們逐漸想將廠房切回本國的時候 或者將供應鏈 由中國所生產的原材料 變成是外國生產的話 其實對於中國的製造業 打擊當然是相當大 而那群下江的工廠工人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 也會構成非常之沉重的壓力 首先這群人 永遠不可能再回鄉下做農民工 可能他們鄉下那塊田 拿去發展也不定 就算那塊田還在 他也不願意落田 因為又辛苦 而且所賺到的錢又少 他只要在城市工作的田頭 就回不了頭 第二 他當不回到農村的時候 就會在城市不斷流傳 所以中國政府其實都要著手 到底如何解決這群人 所以我相信 他必定會推動產業的轉型 希望將產業結構 適應到全球新冷戰的格局 否則根本上搞不定那麼多人 全都是吃草嗎 而在今天 美國財政部長武蔭提到 相信中國會遵守 和美國達成的貿易協議 他同時警告 如果中國想違約的話 將會有嚴重的後果 特朗普總統說 懲罰中國的措施 可能會包括加徵懲罰性的關稅 制裁中國政府的官員和企業 以及拉近美國和台灣的關係等等 武蔭還怎樣說呢 他就說有充分的理由 期待中國遵守這項協議 如果他不遵守的話 就是會對兩國關係和全球經濟 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 但是中國其實正面對著 自從有紀錄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 到底中美貿易協議之間 那些買美國貨品和服務的條款 目前的進度是執行成怎樣呢 原來根據美國的數據顯示 對於美國農產品的進口 是有反彈的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三成七 但是隨著美國食品加工和物流的中斷 四月份的進口額可能會出現疲遠 好了 至於製造業和能源的進口數字 就更加嚴重了 根據中國的數據顯示 今年第一個季度 中國進口的美國商品 比起去年同期還下降了1.3% 從這個數據顯示 似乎中國走數的成數相當大 起碼他還是會等到 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完結後 才會執行餘下的部分 甚至索性就不執行 因為大家都看到 中國原來只是對於農產品進口 是有興趣的 其他那些完全是一籌莫展 到底他怎樣在餘下的時間 可以追得到2,000億美元的數額 就算你要買 中國也要這麼多地方儲存才行 只是說原油 你也沒有買 被人切發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